今天帶大家來到西貢的一個村屋單位參觀 全屋的風格是走實用簡約的路線 護主比較著重空間的簡約和功能性 這個都很符合一般香港人的居住要求 為了配合護主小朋友的出生 在原本這個客廳開放式的書房位置 就利用木板間場和電車式的燙窗 就區分了一間小朋友的獨立房出來 剛剛都說過了 護主對於單位的實用性很重視 所以通過廚廁大改位 就可以更加好地根據生活的動線 去偷位進行一些不同功能性的設計 例如入廚房的圓關位置 偷了廁所的一個空間做了一個到底的大鞋櫃 廁所改了位置之後 空間即使被偷了做了鞋櫃 但是足以設置日式的浸缸 再加上棋缸 將洗澡這件事再昇華到另一個層次 護主很喜歡喝梳打水 在舊屋會買了很多梳打水箱在家裡 在不知不覺就丟了很多膠瓶 非常之暗環保 在今次的裝修設計上面 就考慮到這個因素 他就決定增加了這一部梳打水機 這款梳打水機 纖細而略帶復古感的機身設計 好配合護主的家居風格 而且它不需要用電 放在家裡哪裏都可以 一支CO2可以取代大概120支梳打水 變相即是省了120個膠瓶和鋁罐 只需要不要就可以製造出一瓶梳打水 還可以自己加入不同的食材 去調配自己梳打的口味 用完的CO2氣氛 還可以用折扣架換一支新氣 環保得來又不需要怎樣處理 如果你和護主一樣 都有喝梳打水的習慣 這部梳打水機絕對是環保、省錢 而且還提升了你家居飲水的品味 絕對是一個性價比極高的選擇 護主住得穿 天台當然是經常招呼親朋戚遊來宵夜吃 所以在天台這裡 護主都做了一個小廚房 而當中最吸引我的就是這一部 不需要接駁水箱 直接由自來水供水的飲水機 韓國製造機身非常纖細 只有18cm 它省位之餘 顏色和設計都非常配合簡約風格的家居 而這款飲水機有即冷即熱系統 可以即時提供五種溫度的冷熱水 它的UVLED消毒系統去除了自來水的99.9%細菌 再加上兩重過濾濾森 這個月費計劃 可以一個月定期幫助護主上門 去提供根本濾芯 以及清潔這部機的服務 按鍵就喝得適合忙碌工作的香港人 看完今天這個實用型的單位設計 由這個多功能的改位設計 再加入生活品質滿滿的飲水機 以及梳打水機 我自己就很喜歡了 你呢? 如果想找適合你家的裝修公司 或者室內設計公司 甚至是一些家電產品的建議的話 記得聯絡我們裝修佬 我們專人跟進 為你打造溫馨家居 如果想找適合你家電視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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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